哈喽,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Castro di Amorosa Castro di Amorosa的意思是意大利语,是爱的城堡的意思 那就这个城堡呢,就是复原了意大利的中世纪的那种建筑风格 所有的这些一砖一瓦都是从欧洲进来的 所以这个建筑风格呢,就还原了中世纪的建筑城堡 你看看这个树也是这种欧洲的这种树 像这个酒庄比较普遍一样,这里好像能比较多 这是地标性的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Castro的外边 从这个停车场我们就可以看到Castro的这个整个的面貌 这就是它外边的,从外边看Castro的这个形状 哦,好像还有人在那照结婚照 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它这个Castro的入口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进到城堡里边 但是呢,要进城堡之前呢,必须每个人要花35块钱买一张票 买了这张票以后呢,进去你可以参观这个Castro 而且呢,你可以呢,再尝五种不同的酒 那就是都包裹在这35块钱的 那就是都包裹在这35块钱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Castro Castle 这个Castro呢,你可以看到 城堡 城堡酒庄,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你看这个门,进监狱呀 古城堡 其实这个城堡,这个酒庄,城堡酒庄也就是只有10年 2008年建的 所以说它并不是很古老 但是它是好像从欧洲收集了很多的这种 古老的东西 弄成,建成这种古城堡式的这种酒庄 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没有现代的灯,是这种火把 你看看 火把 哦,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酒罐 马车 Wagons 建了很多这种古老的东西 木头都破旧的古董 Bria 小教堂 那么在城堡里边最主要的 重要的就是这个小教堂 因为每一个城堡必须有这么一个小教堂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许愿祈祷 这是典型的意大利建筑风格 因为你看到它的那个小窗户都非常小 那么据说当年的这个中世纪的时候 这个收税是按照你的窗户的大小来进行收税的 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个城堡的窗户都是很小的 哦,看来他们当时也是想合法省税 那个城堡里边当然就少不了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中心的舞厅 那个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到很多的壁画 是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画的 他画了一年半的时间 画了很多的这些壁画 他的主体呢 就表现了爱的主体 那么你可以看到男人女人在一起的这种跳舞 或者是亲吻比较亲近动作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表示 那所以说呢 这也整个和这个城堡的这种爱之城堡的这种主体是一致的 既然是一个村堡的有ain居住 那是一个这里的都是每个城堡的城堡 这里是一个城堡的城堡 怎么办呢 对这些都是跟這里有些城堡的城堡 看来我们现在的城堡 这就是这个宣有独的城堡 在好像是这些都里面有这里 其实很多城堡在这种城堡 我们现在的城堡 所以在城堡上是一个城堡 如果现在是城堡下这个城堡 我们对我们在城堡有自己的城堡 多有风土的地方 好,现在呢,我们是去那个testing room,我们去瓶酒的,每一个酒庄都要瓶酒,这个酒庄呢,就是说,你只要进来就要花30块钱的门,要进来,你可以尝五种酒。 这个就是这个瓶酒屋了,然后呢,你随便在这个地方找一个空位置,只要找空位置,你可以在这儿。 在2016的Butala,we got 96本。 so 6 in the east,6 in the Butala,6 in the Butala. 随便找一个位置,可以在这儿。 你密室的哪是呢? 你这个,你要是说不会喝酒的话,我觉得上这个城堡酒庄来,它可以,就是说,30块钱每个人可以尝五种酒。 然后呢,有白酒,红酒,还有这个sweet的甜酒。 所以说在这个红酒,白酒,还有甜酒里面,你可以选来品尝。 所以说,如果说你第一次来酒庄品尝,可能上这个地方来比较好。 对,但是它是尝的时候呢,很多人当然第一都是尝最贵的。 看到吧,看着这个红酒没有那么红,底下的地方没有那么红。 很红。 所以说,给你taste这个。 这个一般在三十十块钱的一个酒,红的是三十十块。 你看,这个酒呢,我们尝的这个酒是白的。 白酒叫Sharternay。 它的这个锅是white的锅。 所以你可以看出它是个白酒。 白酒。 白酒,那白酒价格是便宜。 一般都在二三十块钱左右。 那么白酒不是便宜。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问,为什么白酒便宜? 因为白酒它的生产产量比较大。 而且它对气候的要求也比较低。 它是因为它的这个生产期限这一年就可以了。 但是红酒要四年才能产出来。 而且呢,就是白的葡萄它的这个产量很高。 对。 要比红酒很高很多。 所以说白酒呢,它就产的多,葡萄多。 然后呢,制造过程很短。 所以它就价格便宜很多。 所有的红酒都是三四十, 然后基本上是八九十。 那么这个红酒呢,它的这个皮比较白。 比较厚。 而且它... 白葡萄的皮比较嫩很多。 对,红的比较厚。 然后那个红的呢,它需要的时间也长。 因为那个皮好像是主要。 好,看来我们已经准备了。 对,红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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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地下室长完酒上来以后,我们就到二楼。 然后呢,从二楼上往下看它这个城堡中间的这个小广场。 这是这个Cuzzle的一个小广场。 Cuzzle里边中间的像庭院一样是吧? 那是,还叫广场。 从那一样。 从那上去是酒,酒俱乐部。 酒俱乐部,主要拼酒的地方。 这是这个Cuzzle有个特点。 就是说中间一定要有这个广场。 这个广场呢,就是说人啊,就是在Cuzzle被困了以后, 然后可以中间活动。 在这里边住着可真是不舒服。 我看到了吗? 这个Cuzzle上面的这些风火台一样。 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上这个城堡的这个些, 旁边的这些风火台这上面去看。 然后呢,一直爬到最上层去看。 好,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其他的, 那个重要的就是酒庄。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叫Sterling酒庄。 这个酒庄呢,就是在,都在位于这个纳化酒香的最北边的地方。 也就是最好看的地方。 这个城堡的主人呢,非常的聪明。 他在这一片土地上,在这个山头上建这么一个城堡。 而美国没有城堡。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呢,都可以到这儿来, 来有这种城堡的体验。 那么所以说,就吸引了很多的游客来品酒和体验这种城堡。 所以非常成功。 那个城堡之间,它在里边一定要有个养鸡场,养羊场, 还有养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城堡啊,在历史上来说,就是城堡人家围住你以后, 你要能够不能断粮,断菜,断肉,知道吧。 所以说呢,他们要有自给自足的能力。 所以你看,他也。 他这都在城堡外边,人家倒是攻到城堡下边,自给自足什么。 所以说这个地方,他也模拟了这种原始的这种自给自足的能力。 比羊还真大。 这是羊吗? 这是羊啊。 这个羊,你看这个大山羊,他刚才就是没有。 你看现在,他爬到树上去,你看他要爬。 他要爬到树上去构树叶吃,你看吧。 然后刚才他构了那个树叶以后, 然后那个小山羊try to get something from her. wwwww 不,那个猪脣的? 肉 天眼放光, shy 你看那麽大串鸟 在那麽大串鸟 現在是從城堡酒莊下來 景色是不是很好啊 景色很漂亮 好了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屏幕右下方的連結 訂閱轉發點贊和收藏 謝謝大家